Hello,大家好,我是比木 今天给大家安利一个好东西 这个东西能帮助大家在直播的时候 大幅度降低CPU的占用 从而能够缓解游戏机直播的卡顿 这个方法呢,只是针对于N卡 要求还是蛮简单的 第一步你们需要把OBS升级到最新的这个版本 就是23.0.1 下载的话,大家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加群 群的话是禁言的 里面只是提供工具的下载 OBS升级到最新版以后 还需要把N卡驱动升级到最新 它支持的卡有这些 至于设置的问题,我走一遍吧 给大家看一下 基础分辨率设置为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 这个怎么看?很简单 这里有一个推荐值 一般来说都是默认的 像1080P的显示器就是这个 然后2K的话就是这个 4K的话就是3840×2160这种意思类推 然后把OBS这里的和这边的对齐就OK了 第二个值,输出缩饭分辨率 这个值呢,关系到很多东西 建议设置为720P 常见的FPS值 凡是在一帧数的时候都设置为60 其他情况设置为30 我们玩FPS类的游戏 那么设置为60 帧数越高越好 这个观众看的时候会比较流畅一些 当然了,如果有些观众 他的写论也没开的话 可能看不出来 除非是他把两个直播间对比 左边是60帧的 右边是30帧的 他那么一对比 他能够看出来 把输出模式改为高级编码器 选择为这个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 记得去更新OBS 以及N卡的驱动速率控制 设置为CBR 比特率 比特率这里我有写 如果帧数为60的时候 那么建议你们控制在4000到8000 如果帧数是30的时候 那么2500到4500都可以 当然了,这个需要看平台的要求 如果平台有最高码率限制 那么就根据平台的来定 我私信里收到最多的 就是关于这个东西 这个很简单 你随便填一个值 比如4500 然后开始直播 开始直播以后 你用手机全屏看自己的直播间 如果画面模糊 那么就500500的加 比如第一次4500模糊 那么我加到5000 再开直播 再用手机看 如果还是模糊 那么就再加500 以此类推 画面不糊的时候 这个值越低越好 第一,为观众省钱 第二,为平台省钱 第三,主播的宽带压力也不大 关键针间隔这个东西 我查到的资料 国内平台只有两家有明确的写 虎鸭和斗鱼 他们建议值都是用4 其他的平台 大家根据自己的心情来改就行 1234随意 OK,下面这些就不输了 照着我这样设置就行 其实如果做直播的话 到这一步就OK了 我们再讲一下路线 大家看编码器这边 同样的选择 NV-Ink H264新 路线格式 这些都跟着我的选 路线路径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一个空闲空间最大的盘幅即可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CQ级别 这个值有什么设置的要点呢 默认的话我记得是23 CQ越小 你录出来的画面越好 同时文件也越大 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来录 关键针介格 有后期编辑需求的设置危机 其他情况默认就可以 最后应用就OK了 当我们把前面的这些东西设置完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直播 或者是录像 录完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文件在后期软件里不会被识别出来 那么需要重新封砖一下 把MKV的重新封砖为MP4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 at我 或者是给我发邮件 我看到以后 尽量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祝大家直播愉快 拜拜 拜拜